太阳是宇宙当中比较平凡的一个恒星,它属于银河系,在银河系当中也是一颗不起眼的恒星,而它的年龄也是比较年轻的,只有45亿。 然而太阳和其他恒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热火光,正好可以给生命体提供最合适的温度。 它是宇宙当中至今已知的,可以是一居住的行星,在人类出现之前,太阳没有消亡,对于人类的存在来说,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 然而太阳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光和热,它的燃料是从哪里来的呢?会不会突然有一天,它会像蜡烛一样的消失呢? 美国天文学家坎瑟琳·皮拉乔斯基声称,对于这样的问题,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,当时人们认为,太阳拥有两种产生能量的方法,第一种是通过引力的收缩从而产生热火光,这个过程会释放出能量,但是太阳的体积将会不断的缩小。 另外一种情况,就是像火柴一样的燃烧,然后为生命体提供光和热,通过这两种的推测,科学家对太阳的寿命进行估算,但是,两个答案都和太阳的实际年龄不符,之后,大金斯坎提出智能方程,它的提出则证明了有质量的物体,应该拥有相对应的能量,因此太阳的内部,就应该像一个小型的核电站。 太阳当中拥有大量的氢原子,我们都知道氢原子的化学结构,它是一个中性的原子,由一个正负电子组成,当两个氢原子相遇时,外层电子会产生排斥作用,从而阻止了质子的接近。 但是太阳内部的温度高,压力也是非常大的,原子拥有超大的能量,可以突破原子对电子的运输力,从而形成了电子与质子分离,因此质子之间则有可能相聚。 通过任何质变而结合在一起,太阳内核当中的原子可以和其他原子相聚,从而发生反应。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,根据物质的守恒原理,质量不会消失,但是它会变成更大的能量。 太阳每一秒钟产生的能量,已经达到了3.95,但是由于能量太大,地球上没有任何物质可以和它相比的,而科学家们指出,热和质变是太阳热辐射持续的主要原因,太阳血迹较大,因此太阳产生的能量,仅仅使用了氢的一半不倒。 但是但全部的氢元素消耗完以后,太阳就此灭亡,但是发生这一天的时间还远远没有到来,专家估计,发生太阳灭亡,还需要有50亿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